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就是这个 夜侠 这是 我赐雨 五星中的金木睡火兔 一该杀顺序了 这边 张德贝 去那边 你给我 去那边 好 把自己继续 应该不是这些 是这一半 找到了 王大人身居庙堂 自然不知这边关的实情 但外敌入侵 所用兵器 大部分来自于我大厦 边关将是亲眼所见 此事 诸位作何解释 蔡微臣看来 信口开河的是谢大人吗 那倘若 杨家要是被人陷害 蒙受不白之冤呢 陛下 若这杨氏一族真的被诬陷 那便更要查 否则 杨氏一族满门中烈 会永生永世受到流言轻扰 含冤千古 难以昭雪而陛下 诸位若是对杨氏一族推崇备至 难道此事 便是你们乐见之事吗 诸位爱卿 可还有何意义 行了 既无异议就这么定吧 事关杨氏高门 此案 就由平岳主审 替裴文轩为监察御史 协助平岳审案 因你二人都与此事有所牵连 令命刑部侍郎苏荣卿监察 朱爱卿以为如何 陛下 英明 你指吧 娘娘 下去吧 拓拔晏呢出了什么事 底下人来报 说有人闯入密室 偷走了账本 他竟然留了账本 他们这种人 为了不被灭口 一般都会留一手保命的 可知 那账本是被谁偷走的 这是拓拔晏留下的画像 说可能是这两个人 奴婢看过了 是平岳殿下 还有 裴文轩 杀了我全地的裴文轩 欺人太甚 这小儿欺人太甚 试杀试留 还请娘娘民事 现在还不能杀她 账本是她和平岳一起拿的 杀了她 只会留下更多把柄 那娘娘的意思是 联系托白燕的管家王顺 养了她那么久了 也该有点用处了 待拓拔晏一死 那账本就是死物 屑时 我们借着拓拔晏的死 把那小子送进牢狱之中 为我杨家 和我的全地报仇